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盘棋为您带来的是由米玉婷对阵马斯特 这盘棋的最后的结果也是其实是非常小的一个差距 但这盘棋的内容确实是可以说在马斯特这60盘棋里面 这盘棋算得上是具有代表性的一盘了 这盘棋的变化非常的有意思 手脚 这个时候黑棋呢也尖充了一下白棋 看白棋经常尖充黑棋 现在他尖充的时候呢 这个马斯特是没有硬的 对于这个局部呢他脱先了白棋 那白棋走什么呢 他其实现在这个局面嘛 我们如果在普通的应对也是可以的 实战呢他是没有 他在底下来挂脚 在这个脚呢也形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变化 挂脚的时候呢黑棋呢采取的是大飞 相对少见一点 一般的都是小飞啊 大飞也是有的 点三三 定型到这儿呢都差不多啊 在这个之前白棋先半毡 在这个角呢变化呢都差不多 可以说 一直都有这样下的 那么顶了一下 这个时候大家注意 如果配棋现在顶呢白棋就不硬了 脱先了 可以选择跳 可以选择加一下再跳 这边也是一个要点 所以黑棋呢是谁选择护过来 觉得你顶一下呢 就是木属上的一些差别 但是不是很要紧 当然顶完之后白棋也不能再去搬了 这个棋就不要再走了 搬肯定就是后手了 按道理呢这个定式到这里 应该就告一段落了 双方的大岔不离 就是一个都能接受的变化 接下来呢这个马斯特呢 是在这个地方兴棋 这个地方兴棋呢 一开始大家觉得有点 怎么讲呢 就是这个变化都走干净了 到底是有利还是不利 这是一个可能始终 我们都无法给出准确答案的一个判断 但是呢 马斯特他把这个下完 其实也有他的用意 就是他减少了一些变化之后 他的棋就是要向中央去发展 将来如果中央有 比如说我们说有征子啊 或者是有一些战斗的时候 也许他先把这个交换了呢 就会有收获 有帮助 但是如果 不交换 当然有不交换的好 不交换将来如果这一代定型 不知道会定成什么样子 也许我会加了跳出来 也许我会把这个子长出来 就是这里也许会有变化 但是呢 他直接就把这个变化呢 给走近了 所以有的时候 也是引起这个职业球的一个种思考 就是到底有没有必要把那些所谓的变化都要留着 觉得有变 也许先走反而将来如果说中央的战斗啊 时候也许就会产生有利的条件 这个很难说 这里呢还算是就是你看起来呢 也还可以接受 但接下来这个棋 把棋在这个地方点 接下来的几招棋的这个处理呢 又是让大家比较 至少是一开始见到的时候比较惊奇 因为在这个处理的时候 其实这个大家也都知道 点是俗手 我们都说你要是 比如说你想倾销这块 你想打入这块的话 你可以选择B 那么将来呢有靠段啊 有一些手段在脚上 直接的这个点呢 我们认为这个棋是不好的 这个棋 有点俗 它跟什么类型可以比较一下 我们看 跟哪个棋型可以比一下呢 一定会定性成这样子 那跟哪个棋型比较 等于是这样子的棋型 白棋呢脱先了 我们可以看到是挂了顶了 搬完之后的棋型 白棋脱先了 被黑棋把这个棋栗下来 那我们一向呢都认为这个棋 白棋没走 被黑棋一栗 这白棋溃了 白棋把味道走近了 自己在外面呢 依然比较薄 不太好 但是马棋他就这么下 他就觉得 嗯 轻快 这是一个很明快的一个定型 他也觉得 比我们就是 呃 我们可能有的时候 讲究的一些味道啊 讲究的一些 就是后续的东西啊 他不这么看啊 他就觉得 走干净了最好 但并不证明我们人是错的啊 只是说 他这种下法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可以借鉴 就是完全的使用主意 呃 有些东西你觉得未来我也不想去把这个味道 留着去怎么样去发挥了 及早就走掉 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像怎么这样的呢 乍一看 黑棋 应该也不坏啊 黑棋没有坏的道理嘛 白棋呢就是处理好了自己 现在呢继续走到这边来了 在这边呢就形成了一个大雪崩 我们看一下 嗯 雪崩啊是非常复杂的变化 尤其是对于 呃 人工智能来说 呃 大家其实在看的时候也会使用一种想法 就是 他到底懂不懂定势啊 他会不会下这个大雪崩之后的变化呢 这个非常有趣 这大雪崩呢是已经经过多少年的演变了 一直啊 在古代的时候就有 这一直都是外拐的 后来吴清源大师呢 发明了这个内拐之后 呃 也是当然变化非常的多 可以说这个大雪崩里面全是套路 如果你搞不清楚 有可能就马上这四分之一棋盘就崩掉了 崩溃了 呃 变化非常复杂 但是这个时候呢 这个Master他是选择了外拐 他没有选择内拐 呃 这当然这是两种 一个是外拐 一个是内拐 这两个都是 呃 如果要下大雪崩应该要熟悉的变化 然后接下来呢 黑漆断 那么在这个变化里 其实外拐呢 变化就会相对少很多 呃 白旗带这是长 那么黑漆火 呃 这样白旗打两下之后 呃 有一些其他的变化 这是现在的这个流行的趋势 呃 实战啊 这个特别有意思 下到这儿的时候 这个Master 其实他不懂定时 不懂定时 他所带来的呢 就是他自我的创造 他走什么了呢 他先打了一个这个 之后又搬了一个这个 这两朝起 可以说在当时也是 令人吃惊不已 因为从来没有这样的下法 然后更关键的是 如果他这个下法能成立的话 那就创造了新的历史了 嗯 至少在当时观看的时候 大家都很震惊啊 可以说在在观看的这个观众当中 都是震惊的 这些打了班这个 这个是从来没有过的下法 白黑漆跳 这个是一定的 接下来呢 以为白旗会在这一代施展什么 很复杂严厉的这个手段呢 结果发现黑白旗就爬二路 那这是很显然 其实这个旗 白旗并不一定好啊 打一下之后爬了一个 再爬 因为这个你要收气嘛 你肯定得延气 这个下法能好吗 其实真的是很令人怀疑的 这个后来这个旗走成这样了之后 这个时候 玉婷她举后也说 她这个长是有点问题 当时没有太搞明白 因为在快骑当中 面对对方的这个 突如其来的这个招法 有点一下子适应不了 所以她说这一起 可能应该先打掉 走成这样 那我提一下 然后我再尝 也比她实战要强 她实战后来呢 是气比较紧 吃了这个亏 但是就这个局部而言 其实白骑是不行的 白骑是不能成立的 实战呢 是长了 然后长 跳 单看局部 我觉得白骑这个爬尔路 应该来说 也是不值得我们提倡的 不学习的 可是呢 她就总有一种能力 就是我们总觉得 就外面这个太空旷了 这个辐射的面太广了 这个未来 一定是让对方要吃苦头的 就白骑一定是要在外面 吃苦头的 但是MASTER它这个机器 它是怎么样去想的呢 它就是可以把这东西都量化 就是我得了多少 你得多少 它这个是把这量化了的 所以 这个是不太一样的地方 一直怕 本身黑骑的拐下来 也是后手 所以黑骑没办法去抢 就走成了这样子了 走成这样子 应该说黑骑有难受的地方 这个地方气很紧 将来在被搬起来的时候 也不太舒服 所以这是为什么 黑骑刚才强调说 他想先打一下 把自己的这个地方呢 气走长 这样你再吃起来的时候 也不是很大了 现在下成这样了之后 白骑小飞 就全局来看呢 也没有什么 特别 就现在而言 这个骑也没有什么特别 白骑要说 特别好的选点 所以当时看的时候觉得一定是黑骑好 没有 就是 没有什么可质疑的 但是 下一会儿这骑又不一定了 先搬这个 拖 搬 长 搬起走几下 就是它总是有办法呢 在这个大家都觉得比较模糊的地方 它是 就是像一道数学公式一样 下的就很清楚 连搬 损失了一些角地 但是它觉得不是很重要 白骑就这样把这个局部呢 就算是定型完了 这没有我们想象的 比如说多么的深入 没有 它就是把自己走后 这个下法是真的 不太 就是内心来说不太能接受的这样子的一个选择 然后呢 随其吃这个 吃这个有些时候有一点这个不同的意见啊 这之前搬过一下 这个地方呢 很多人说 可能应该打持这个 跟他作战 他如果常跟他作战 但是实际上可能你打持这个 这个 AI也是选择从这边走的 他也不会黑 这地方很厚了嘛 他也不会一定要在这个地方跟你做 做什么纠缠 那当然实际上这样 他就更满意了 点入 这个棋呢 就是当变成一个平淡无棋的局面的时候呢 机器它总是能够很好的 把这个棋呢 给 变成最简单 最有利于它掌握的局面 这样 搬了一个 接下来 把棋从这边断 这是一个寻找头绪的一个下方 贴 搬 搬起搬 这看起来都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但这又被白棋给断了 可以说从这个段开始啊 从这一代 定型开始呢 白棋就彻底的 掌握了局面了 黑棋从此呢 就彻底的应该说没有什么主动可言了 都是被动去选择 对方已经选好了 告诉你 你只能这样 没有办法 之前这地方兼过一下 不便宜 继续贴 贴成这样之后 再贴 虽然说呢 黑棋 把这里的都冲起来 但是其实这里没什么价值 白棋要的价值是在中央 黑棋还需要去做活 因为你不走的话 这一拐一吃就死了 局部 还是要做活 又轮到了白棋 白棋下的也很平淡 就走这种 它就是把你的所有的边界 模糊的那些概念 它都走得很清楚 这个也很清晰 如果你要搬的话 我可以顶了搬过来 实战呢 黑棋 又弃合 又去断了 但是这个 很明显 也不便宜 那么最后一个大厂 我们看现在这个全局 最后的这个大的 上边这个拆呢 被白棋走到了 这个走到之后 黑棋从此 可以说这棋 就已经非常的艰难了 虽然说最后的结果呀 这个棋 在贴六目半的情况下 最后是 排面六目 就只输了半目棋 但是从棋的内容来说呢 其实是 后边的这个 机器它有退让 就这个Muster 它已经退让了 在退让的情况下 最终呢 是赢了半目 当然这个半目 其实并不能够 把它很 就是当作是一个 评判的标准 就是说这棋 实力就是 比如说就是这个 微小的差距 其实并不是 可以说其实 从这个局面开始吧 就已经一直在 白棋的场合之内了 那么这盘棋 最后呢 也是名誉亭 中盘副 这盘棋要为您带来的呢 是中国的世界冠军 唐伟星九段 对这Muster的一盘 唐伟星呢 是黑棋 应该从这个时候开始啊 就是Muster在网络上呢 已经名声大噪了 大家其实 当然还并没有说 官方出来承认 但是大家其实也都已经猜到了啊 就是阿尔法狗的升级版 那么 当然这种交手的机会啊 世界冠军们也是 纷纷的就是 想要去 霍霍于世的那种感觉 想试一试 所以其实每个人 抱着的心态是不同的 比如说有的人会觉得 我就一定要看看 他有没有破绽漏洞 我想要跟他亮招 也许有的人就是想 我单纯的 因为看到他的内容 有的时候真的是很颠覆 就是想跟他请教一下 看看有些地方 是不是有新的思路 所以每个人的想法不同了 有这些棋 展示出来的内容啊 也不同 但是网络对弈嘛 毕竟时间比较紧 所以如果说 以这个百分之百 来判定这个实例的话 其实也没有那么的准确 嗯 这盘棋我们看 唐伟星黑棋挂角 白棋呢 反挂白棋 没有去硬这个角 这个挺有意思的 很多时候 Master面对对方的挂角 都是不硬的 所以跟他下棋 其实你不能有任何侥幸 就有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挂一下 他可能也就无神经的 对手就硬一下 但是在Master这儿 不是这样的 也许有的时候 很紧张的时候 他就会抓住你的这个破绽 随手棋 什么都会被他抓住 嗯 现在这里呢 下了一个定式 黑棋呢 下一手其实是拆 这个定式 嗯 其实本身定式的后续 应该是小尖 在这个地方 嗯 不知道为什么黑棋 没有尖这个 而白棋啊 其实这个大家如果说 爱好者朋友 对定式研究很深的话 知道 这个定式其实是应该虎的 嗯 这个虎在这儿 是这个定式的一个正招 如果他对方冲你呢 你就退啊 就不要那两个子了 当然他同时他在冲的时候 他也损伤了他自己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选择 白棋就活在脚上啊 因为你被对方双飞燕了以后 其实白棋的子力是少的嘛 虽然是你先站脚 但是也是以自己安全为先 嗯 白棋实战粘住了 黑棋 小尖在这儿是一个好点 因为这个地方 留着要冲断的味道 他又不能补 他不是单关啊 这个下一手棋 可能白棋也 不知道会怎么样下 实战呢 他是走的这个 拆 拆可能也毋庸置疑 是一招可以下的棋 挺大的 但是从他事后的结果来看呢 被白棋加过来 反而不是特别舒服 嗯 我们看一下 拐 拐的时候他钉了一个 瞄着这个冲 嗯 这招 如果你走在其他地方 可能就没有这个效果了 所以他是想 走的稍微凶狠一些 对方粘住 然后呢 黑棋脱先了 我觉得这个地方大 拆盖 贴 那么就呈现出来呢 黑棋呢 是一块棋在处理 白棋呢 脚上如果轮黑下呢 就不使不活 所以白棋不能被黑棋 封在里面 白棋肯定也要出头 那同时白棋这边 还有四个子呢 也是一个需要处理的情况 所以就这样 普通看起来呢 觉得似乎黑棋 还是不错的啊 比较主动 接下来 飞了一个 飞这个的时候呢 黑棋是没有去跳 其实肯定本手 还是应该跳一个 跳一个是正招 他实战呢 是比较他 就是我们看他实战 他并这个的 他的意图呢 就是他讨厌 被对方断 断的话呢 你只有吃下边 只能是这样 那么白棋有可能会 跳一个 或者顶 顶的话 如果是要被反击 可能会比较惨 单跳也可以 应该如果吃的话 等于他便宜手棋 等于他再走 你还需要硬 他是不喜欢被对方断了 因为他实战这个病了嘛 就相当于他补了一个 补在了这里 乍一看呢 觉得也没什么关系 反正白棋也封不住黑棋 这个地方呢 白棋是无法把黑棋一下 封在里头的 黑棋能出头 他一靠 这个时候就是 如果对方断 他呢可以加 这是他的这个如意算盘 就可以出去啊 或者断都可以 就可以出去 所以他觉得这个棋不跳也行 他就补了一个 看他们怎么走 但是 黑棋套的时候 这时候白棋呢是 在这一带 他先在这交换两个 他现在先脱先了 现在这交换两个之后 下出了一招 也是让人们 第一是不容易想到 第二是也是让人一看就觉得 好奇 惊呼一声好奇 是走哪了呢 这期 靠这个 靠在这儿 靠在这儿 我觉得当时 其实你如果仔细的去想呢 觉得这首棋是有必然性的 能想得到 可是你在金正对局的时候 可能不一定有这个魄力 去顶在这儿 顶在这儿什么意思 如果你挡住 那就最简单 我一断 你必须得吃下边啊 你不能沾上面 你沾上面 这个斑便绝对先手了 肯定不行 吃下边 那这个棋就等于是将来 如果对方一斑的时候 相当于白多了一个打 就跟我们刚才断两下 跳的意思一样 就全都被他摆便一手棋 不能接受 所以不能挡 不能挡呢 其实从最最 顾及到这边的一个想法呢 最 最不行的是这个 但这个也太 太委屈了 就虽然你这个全部都连住 但这两个交换 明显对方得 得了很多 所以他实际上呢 是搬了这个 这个也是 就应对这个 靠子一招抢手 但是白棋啊 它是连环手段 它这个手段层粗不穷 让你有的时候 就是这样 这主要他在这 可以在这 施展手段的原因 是因为这个地方啊 他留有很多的味道 随时如果你那边 敢被他多几个子 他一搬你就死了 所以黑棋是 下这边的棋 其实他要考虑的是这一边啊 主要的 战斗的重心 也是在这一块 所以这个黑棋 实在是太痛苦 我们看 打吃 只有肠 这个时候对方呢 又一拐 这一拐彻底 把这个黑棋 给拐崩溃了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你如果要硬 你这个对杀 你肯定要收出他的气 你肯定要火 他就退一个 好 我们看 这你就吃 他一吃完 吃这个粘还是先手 白棋再冲出去 这黑棋已经 局部来说啊 已经被白棋彻底分开 不说 过去将来 还要这个地方再被一搬 关子又亏一大把 这个是没办法接受 实在是 无法容忍 所以当拐的时候呢 他是想要去搬一下 搬一下的意思是什么呢 如果你硬的话 那么他也许啊 会有可能粘住 跟这边呢 就刚才那个 不存在 被他多打一下 同时呢 你吃这个的时候 我可以立吗 我还是可以 把你这三个子吃掉的 这是他的想法 这有个大 这样 所以他搬了这个 搬这个是想他自己可以粘住 而延一气 但是对方呢 也没有硬他 然后做这个 做这个 然后之后啊 他就吃了这个 粘上这个 不肯吗 其实 可能会比较郁闷 那他吃了这个 实战 他后来也是说 还不如粘住呢 粘住 他后来这个棋 其实很快 这个棋就 就没有机会了 可以这么说 所以他绝后 也是说 忍耐 可能粘住会好一些 比他实战要强一些 实战这个下法 白棋把这一爬 黑棋就全部死在里边了 木树的损失 实在是太大了 实战他是连班 这个棋 其实有一点 勉强的意味在里头了 非常勉强 对方一吃 他就想跟对方做结 希望再恰恰 可以连下两个 白棋根本不硬你 扳起来 这个白棋下的太简明了 你不能在里头走 你在里头走 对方杀你气就可以了 你只有吃 当你吃的时候 在打的时候 你已经不可能打结了 这个结你已经比刚才 多花一手棋了 对方这都已经来 多走一手了 所以你肯定只有提 那他就把棋筋一吃 这个棋 黑棋确实有点糟糕 黑棋只好联络 白棋再把这个一连 下成这样啊 可以说 在这一个局部 黑棋 在斗智斗勇当中 是彻底的失败了 彻底的失败了 有点难以接受 就觉得怎么对对方一靠 就下成这个样子了呢 但是确实是 他找到你每个棋形 你的弱点了 所以像这样子也是 看起来不能接受 但也是情理之中的 所以这个时候 其实形势啊 对黑棋来说 已经一落千丈了 这里的一落千丈指的是 就是如果我们对的是 人类棋手呢 其实这局面还很早 局面也很宽广 可能说机会也还挺多的 但是这个AI 他的一个特 他就他擅长的 就是把这个局面啊 缩小简化 让你基本上已经落后 就是你 比如说你在之前 已经负十分了 这负的十分 你是永远找不回来的 但是如果是 人跟人下 有可能会犯错嘛 就经常 打个勺啊 或者是哪个地方看错 这负十分 也许可以变成正的 但是跟机器下 也是这个可能性 是没有的 他也许呢 会比如说赢很多 但是他可能会 少赢你一点 就是 退让退让再退让 但他最终能够保证赢 所以他要的 只是最后的这个结果 这就很难了 你这样 基本上已经落后了 就不太可能追得上 实战呢 现在黑棋 又得处理自己这块 其实我们看 白棋只要简单 把自己处理好 黑棋其实并没有什么木树 大家发现黑棋所得的木树 都非常非常的有限 但白棋呢 他只要把自己这块 已经处理好 处理后了以后 他这边的实地 是很客观的 所以现在的棋 黑棋也是 不好办 只能拼命的去拼抢 他现在呢 就把这个cost 属于是 硬着头皮 先抢一步再说 但这块被一逼 也是 就都是受苦啊 没有办法 这就是 欠着的 好 黑棋呢 现在就想尽一切办法做活 但是白棋呢 下得其实也已经很 很清楚了 就是我不杀你 我并不是在要吃你 你想活就都给你活 但是你的效率很低呢 这棋就可以说 想争胜是没有什么希望了 嗯 接下来 我也 他还可以扳 这地方 黑棋是拼命的在抢时空啊 这个白棋冲过来的时候 白棋就是想用这个打 这变成一个虎口嘛 就可以冲过来了 黑棋在拼命的抢控 但是白棋也都走得很简密 非常的简密 可以说 哎不杀你 简单 我就自己全部连住 其实从对方的这个手段上就能看出来 他已经 这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走啊 为什么要走 这也出不去 已经相当稳妥了下的 黑棋挤 这块棋好歹算是活了 白棋就下这种 非常简单的棋 其实 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呢 其实对于结果已经知道 这棋不太可能会有转接了 但是在下棋的时候呢 还是想试试看 看看有没有可能 在哪个地方再出现一些不太一样的变化 嗯 他走的特别的简密 这都给你吃 我就只是为了定型 再拐 嗯 可以说简单的定型啊 这棋就已经不行了 黑棋 最终啊 也是中盘获胜这个白棋 还是下的很简明 这盘棋呢 就给您介绍到这里 感谢收看 再见